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来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新美嘉宾人Hannah Hannah 你好 你好 不如看看内地开市的表现 上证指数今天跌了0.6% 跌19点 做近2860点 护心300指数方面跌0.7% 做近3123点 跌21点 而深圳城市跌115点 跌风已经接近1% 跌12,085点 不如看看港股的表现 开市后变幅不是太大 跌0.7% 跌23,118点 跌172点 而国企指数跌157点 12,804点 成家暂时有34亿 期指低数144点 22,949点 跌177点 成家有46多张 看到外围跌 港股也跟着一起跌 但是这次 会不会触碰到跌穿23,000 23,000点 其实你觉得支持强不强呢 其实看近期来说 市势也不算太强 基本上都是一个反复的弱势为主 为什么要看技术走势来说呢 虽然说的是早前5月6日 曾经一度跌穿过23,000 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但是其实看回昨天来说 尝试过大市曾经 就是升穿过50天线和100天线 但是似乎买盘方面 就不是说太过积极 说的是昨天方面的成交 其实都比较弱 再加上就是收市来说 都不能够收回50天线和100天线之上 意味着其实短期之内 有机会就进一步回市 回到23,000点这个支持关口 但是你说至于 看回23,000点这个支持关口 其实我自己看 支持力道未必说会是太强的 因为现在看回 始终都是一方面就是外围来说 其实美股方面 预期的调整都会持续 再加上就是内地方面 都比较多一些不利消息 尤其是现在讲市场上 是比较忧虑着 就是内地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放缓 因为其实看回昨天来说 就是出了的一个经济数据 当中就是包括工业增加值方面 那个增幅又不是说是好过市场预期 再加上就是通胀又比较高的话 意味着就是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但是中央都未必说会放宽那个银根 所以其实在这个是双重的不利消息影响之下 其实有机会会令到今次来说 调整浪可能会比较深 而我自己觉得其实比较大的支持力 始终都要摆下去 就是250天线 就是若果是22,500点的水平 好啊 都看到港股跌多了一点点 刚才就跌超过200点 那我们都看看蓝筹股 现在最新的表现是怎样了 汇丰控股已经跌接近1% 82.05元跌下跌8毫 中移动71.85元跌下跌4毫 中国银行跌下跌2毫 做4.02毫 刚刚跳跌3毫 工商银行跌8毫 6.34元 建行7.06元跌下跌5毫 中人香港24.05元跌下跌1毫 而中人手26.45元跌下跌3毫 转看油股跌方比较厉 中海油跌2% 18.24元 中石化跌超过1.5% 做7.55元 而中国铝业6.89元跌下跌2% 跌下跌1毫 中国海外有得升颜升8% 14.98元 而腾讯控股已经比较好 跌下跌2.3% 214.6元 升4.8元 不如说一下汇控 昨天有个策略报告 史无前例 亦表示要瘦身 瘦身200多亿 我想短期内一定做不到 2-3年内 希望可以减少开支 减少这么多 其实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省到二百多亿 其实看起来 基本上 目前来说 汇控 它本身来说 就是在亚洲地区 就是美国地区 和欧洲地区 就是三个国家进行 一个是业务 仍然都是一个三头马车并仗 但是你说看回 一个是成本效益的角度去看 似乎美国方面 那个业务的盈利水平 似乎都未及 就是其他两个地方 所以其实看回这一方面 有机会进一步削减美国的业务开支 而另一方面 就是公司管理层都曾经说过 就是俄罗斯方面的业务 可能都会有一个是重组的方面 这两个地方都期望 就是透过一个业务的重组 可以削减一些部分的开支 另一方面就是员工开支方面 似乎都可以有点着脈 其实公司管理层都提到了 虽然公司未必说会考虑 就是现阶段是裁员的 但是就是会计划 就是让这些员工自然流失 我说的是整个集团来说 目前那个自然流失率 若莫都是有10%至15% 当这些员工 如果自行离职之后 如果公司不再招聘这些人手 去填补这些空缺的话 其实这一方面都会削减了员工的开支 其实是要看削减成本方面 其实就是预计在2013年 能够就是 就是让我估计 我自己估计都应该会有20亿左右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一方面又未必说值得 一个太过忧虑 但是反而另一方面 就是公司管理层 就是期望将ROE回升回去 就是药物是12%至15% 这一方面其实我自己想 我自己就估计 其实这一方面其实要达到的话 其实要视乎集团方面的执行力度 因为讲到其实看近期来说 就是整个亚洲地区 其实都看到 亚洲地区以至一些新兴市场 都看到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出现 但是似乎看回锋来说 他那个能够受惠的程度 似乎不是说是太高 因为讲到他 就是今次第一季出来的业绩 就是正利息收入方面 都看到有一个在轻微的回跌 所以其实看回 如果公司要提升它的股本回报率的话 似乎就是正利息差方面的收益 其实这一方面业务 其实要做得比较好才可以达到 好 看到昨天 一众的券商 都是对汇丰有一个评级 就是去做一个策略日 看到巴奇方面 就给目标价100元 评级是优于大市的 另外 巴奇和梳王都是评级买入的 目标价分别是 巴奇是108.76元 梳王是95.95元 另外 看得最好的那间就是摩通 摩通 平级是优于大市 目标价是110元 最差的那间就是德银 评级是持有 目标价就比95.31元 问一下Hannah你的意见 大家都看到她有个策略日出 预先告诉大家我要收身了 我要减开支 其实对她的盈利方面 会不会有帮助呢 始终开支少了 对她的盈利应该是有些帮助的 其实看回她的策略日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增加整个企业方面的透明度 因为其实这次来说 其实市场已经 看回这次来说的策略日 其实就是管理层和市场说 就是公司知道自己目前为止 其实有什么问题 当中就是包括了 譬如ROE的增长不理想 以及它的成本收益 成本开支方面就比较大 其实看回这次召开策略日 其实正正就是跟市场说 公司已经知道了 就是本身的问题在哪里 并且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接下来都会有一个改善的方案出台 其实看回这一方面 都会提升市场对公司 接下来的前景的经营信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有理提升整体来说的估值 但是你说看回汇丰来说 目标水平 可否摆回到100元水平 其实现阶段来说 我自己看回90元的水平 90元的压力相对来说会较大 要升穿90元的话 下一步才可以有机会试回100元 好 谢谢Hannah 看到汇丰股价跌多了一点 跌1.2% 是做81.8毫半 跌1元 也要Hannah申报一下 刚刚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好的 好 一会一会 稍后回来又有下个环节 发达广场 另一位嘉宾和主持 会继续为大家跟进大致的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现在跌多了 跌超过1% 做23046点 跌245点 而国企指数曾经跌过200点 现在最新跌174点 12799点 成交69亿 稍后回来继续要财财经谈